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集說說人類的壽命 這個題目就源於昨天我們講新聞講到117歲 確診? 後來搞清楚資料出錯,原來是90歲 吹大了27歲也有膽子死,政府的資料 厲害,我就說王海這麼厲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下面的Patreon,氣歌5元雞無廣告 跟大家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給大家聽 今天講這個人類壽命 是一個很關注的,每個人都會關注 有些人會說,那麼長命做什麼?都沒有錢花 真的是,117歲來計算,如果65歲退休 你真的沒有一千幾百萬,不是幾百 沒有幾千萬,你真的不用打算退休 你想想,當你65歲退休 你差不多還有接近60年的時間要過 你20歲做事做到40年,可以養到自己100年 你想想,你還有通脹的東西 是呀,會被人騙了,臨老那些 你真是人生呢,你說幾...什麼呢? 我就是很奇怪了,每個人都在說 我都認識過一百零幾,一百零幾 不是,我都認識過一百歲 我爺一百歲才離開 但也不是117那麼過份 然後有一個O記者說,117也很重業 我爺爺怎麼這麼說 他說要留在區學上,到一百多歲 我說也不是,如果你這個人開心 你身邊那些子女,你多朋友,你有錢用 你沒事的,你多少歲就多少歲 沒有問題的 但有些事情就比較理計 譬如你去醫生那些 我真的想說,我爺爺一百歲才離開 他九十八、九十九的時候 那些醫生跟他看醫生 然後說,那些又不能做,這些又不能做 為什麼呢? 他說,我們醫院沒有這些數據 你爺爺已經超越了人均壽命 香港全世界最長都是八嶺 我們科學裡面沒有這個統計 很尷尬 我們不敢跟你做任何事情 你知道西醫是最講數據 他之前有做過才跟你做 那你去到一百十多歲 基本上沒有人懂醫治 是啊,你剛剛用我們的臨床數據 在六十至七十八十 你一百歲 你問我,你自己覺得 我幫人問,還交給你的家屬 我家屬都沒有活過這樣 不如你教我吧 醫生說,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開玩笑的 那時候真的有一些長壽村的老人 那些醫生都過了一生 那些老人每天吃半袋煙飲 一瓶紅酒都沒事 他本身有長壽基因 我們找到原來世界各地 有人玩到很大年紀 是啊 通常都是日本那些 不知道,我那時候 那時候聽大新聞 日本出名的國家是長壽的 八百多歲 八百多歲 中國在十個最長壽的 有歷史記載的人裡面 佔了五個 哇 他有些是挺有道理的 最短壽命的 這十個人裡面 最小的人都一百五十二歲 嗯 是的 當然我跟那些人粹生活過 我知道他們的雜星 大概是什麼呢 慢慢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才可以這麼長壽呢 我們先說一下那些人 究竟有多長壽 嗯 按照著1953年 這個我國 應該是說中國 那個統計 百歲 老人家 三千三百八十四人 其中 最高齡有一百五十五歲 他在說這些老人家 人粹 證明了人類是可以活過超過一百年 嗯 我看過科學家 有說過 其實那個 那個叫做細胞的那顆 端體 大概好像一層醫一層醫 大概其實人均的年齡 那個所謂那個天壽 就是說 對 達到那個壽命 是一百二十歲而已 其實八二十歲也很誇張 我覺得 一百二十歲之前那些 都算是早死的 是有病病死的 喂 八二歲的大哥 是啊 八二歲 是啊 你想想 60歲都休 你還有60年玩 是啊 哇 是啊 當然你要很有保養 待會那十個 最長壽的人 都很有保養 嗯 昨天有個網友說 他說 他阿婆 還是什麼 他阿婆 一百零七歲的了 嗯 他說他那個女婿呢 是中醫教授來的 哦 有跟他做保健啊 醫治他 嗯 這些一定可以 這些一定可以 是 那很難說的 有時候這些東西能醫不治 他本身要有長壽基因才行 是 是不是 這是當然的 好 今天說到 他說其實現在這些生活水平 長者越來越多 就是過百歲都越來越多 但是當然 這篇文章是在疫情之前 嗯 疫情之後 你說大家戴著口罩 可能吸引氧氣 或者什麼 可能有其他原因 導致 少了都未頂 接下來的統計 不過跟大家 講一講 大家都很有興趣 對這些東西 他說目前中國 剛才說的那個 可能是在說另一個地方 現在這個說中國 中國過百歲的老人 是有17,800人 嗯 是啦 至今世界上最長手 頭十位 最長是八百多歲 那麼 第十位是152歲 那麼 最出名 最出名 中國老人第一位 嗯 可能有很多人聽過 彭祖 八百多歲 就是 是著稱於世的 就是很有名的 彭祖這個人 嗯 嗯 古代典籍記載 彭祖 啊 他是 夏雙 即夏雙洲的時候 嗯 夏雙之間的生物 生物 真的 夏雙洲 有甲骨文開始 是 那麼 他活到百百多歲 你看回 你信不信 以前聖經 那些聖經經經常說 你那個創世紀 一開出來的時候 個個都幾百歲的命 彭祖差不多是那些年紀 是 那個年代 是不是真的 八百多歲 是八百多 在這個莊子裡面 一本的刻意裡面 曾經將他作為 導引養盈之人 的代表人物 是 是的 那麼 一本叫做《楚池》 天文書裡面 就說他 是善於食療的 嗯 我都善於食療的 但我一定沒有他們那麼聰明 對不對 我想一件事 是 八百多歲 我當他是真 真有其是 你看到人 活到一百歲的時候 外表已經變化很大了 已經變化了 那八百歲 我當成多了八倍 喂 老實說 你說過百歲是否真是老 在台灣有一個過百歲的人 他的臉不吵 牙齊齊 我上次教你說 他教我那個百歲人 他說那些牙齊齊 之後看回有個中醫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每天你去廁所大便的時候 在咬牙關 那真的要咬牙齊齊 咬牙齊齊 你說那臉會很慌 那慌怕什麼 你去到一百歲 你還怕自己不夠V 哈哈 過百歲 台灣的人 是牙齊齊 而且他的咬肌也很慌 咬肌大 是好東西 代表你的人夠強壯 是強壯 講到彭祖說在那個 恩霜的時候 他才過世 他本身是夏朝人 然後第二個 會不會是這些神話的人物 不是 乾隆十三年 福建永泰原志記載 有一個人 叫陳俊 一個叫永泰山區陽泉村 陳俊 生於881年 死於1324年 享年443歲 哇 叫陳俊 陳俊為人正直 樂於為鄉里做好事 每個人都敬重他 到了晚年 你剛才說的身體 這裡有得說 他沒有辦法自食其力 因為他已經沒有辦法耕田 或者買賣 做生意 沒有 不行的 年紀很大 子孫 沒有有存者 那些子孫 當然了 四百多歲 大哥 四百多歲 鄉下人輪流供養他 大家說 伯伯 我們今天要照顧你 後來 老人年歲不斷增高 機體逐漸收縮 身軀越來越少 盈餘小孩 有沒有看聖鬥士星座 有 五老鋒 是 越縮越細 他好像反老頑童那些朋友 變成小朋友 是 其實人類是反老頑童的 你見老人家常常像嬰兒子一樣睡覺 他是回頭 是 他好像不太懂得說話 好像嬰兒子 他是老人家 人一向都是這樣 一個循環 四百多歲的人 盈餘小孩 行動十分不便 那些香輪 用竹梨大菜籃 裝著老人家 輪流抬著他 像嬰兒子一樣抱著他 人稱他為菜籃公 一個菜籃公 一個菜籃抱著他 就像嬰兒子一樣 這個在乾隆十三年有本書記載 有一個這樣的人 另外 有一個叫做 李青雲 原名叫做周亮 之後又改名叫做王曉峰 為什麼你三個姓 直觀就叫做木舌 昆山附近的人 他又說是 友聯附近 因為可能年紀太大了 他活了二百五十六歲 是的 他以前做麵館 這家麵譜也很有名 1820年前 他單身一個 去到一個叫開院 陳家祥相 在世上活了二百五十六年 清末文初 就是中醫學者 他是中醫藥學者 就是世上著名老人 當他一百歲的時候 曾經因為中醫中藥方面 結出的成就 得到政府特別的獎勵 所以他的歷史是有記載 之後他活到二百歲的時候 經常去那些大學的那裏講學 那期間他曾經接受過很多西方學者的來訪 這個李清雲一生娶過二十三個老婆 子孫滿堂一百八十個後人 在世二百五十六年 是的 二百幾年 這是中醫來的 李清雲這個故事好像聽過 二百幾年 即是想想 一個人 即是你在古代 現在都不同了 你現在都更瘋了 有些東西玩 你想想他出 即是你二百幾年 當你 二百年前的你 是 二百年前的你 即是現在這樣扣 一百二二年的時候 是的 當時甚麼差都沒有 甚麼網絡 甚麼電話 沒有 是吧 到現在 電視甚麼都沒有 哇 即是你想想二百年後 他見證過歷史 是的 他跟你說 我出世的時候 哪有車的 是現在科技大爆炸 你剛才說的這件事 我想五十年代都是差不多 因為現在科技大爆炸 有些時候真的變化得很快 你夏雙周種過番薯 和你去到清朝種的番薯 都是差不多 當然啦 那科技 即是九時夏雙周沒有紙 你去到清朝 已經有四大發明了 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叫滿平人 叫滿平的人 二百四十二歲 老婆也二百二十一歲 兒子也一百九十六歲 媳婦也一百九十三歲 孫子也一百五十一歲 孫子的媳婦也一百三十八歲 慢慢遞減下去 但這個資料不長 都不知道堅定留 不只是中國 英國有個叫弗姆卡恩 他二百零九歲 經歷了十二個王朝 多厲害 十二個 十二個王朝 哇 不奇怪 他這些人說三朝元老 不奇怪 我爺爺也經歷了三個朝 清末文初人 接著就是英國殖民地 接著就是 回歸分 對 這樣三朝 他說到 1999年 尼泊爾一個叫卡魯的老人 他自稱一百六十七歲 身體也不錯 去到千禧年左右 參加一個慶祝活動 卡魯的妻子和孩子 都相繼離他而去 他說生活是一位遠親照顧他 他在1988年 搞身份證的時候 著名他是生於1832年 他說這個出生年份 是官方紀錄 據記載1832年 卡魯 這個老人家 生於一個小村莊的時候 那個村長 對他的年齡 是深信不疑 即是可信的 他說 我們將 承認你的年紀 亦都是當今世界上最長壽的人 在尼泊爾曾經出過一個老人 另外有一個婆婆在伊朗 在1997年的時候 一百六十一歲 是 一百六十一歲 另外有一個住在印尼 就是蘇門塔納島 一個婆婆 又是2010年的時候 一百五十七歲 嗯 印尼政府最近一次人口調動的負責 那個官員 就說他一百五三年出生 他在一百零八歲的時候 曾經收養過一個女兒 根據他的女兒的年紀 就關於他的出生年份 覺得是完全沒有疑問的 嗯 是這樣的 另外有一個叫李青年 四川人就一百五十四歲死的 嗯 是的 就厲害了 這個人呢 他是 四川青城山採虐盜人 即是盜人 應該是修盜的 嗯 是的 很厲害 這些全部都是非常之厲害的長者 他說這些長者大多就是什麼呢 深居簡出 就跟現在的讀L沒有分別 哈哈 不是很出去 可能大家以後讀一下讀一下 就百幾歲了 打遊戲就在那裡溜的 就是寡慾素食 即是不太吃肉 而且沒什麼慾望的人 嗯 就是經常勞動 嗯 就是動的人 這樣讀L可能沒有分別 就像是樂田耕中 他也算是清修 有少許的 是了 這樣就給了很多養生的人一些啟示 是 是了 那大家又想不想活到這麼長手 其實 其實很老實 是怎樣 我告訴你 你想一下 你不說你的外表先 嗯 就是不知道你能夠可以活到四百歲的時候 你的樣子會怎樣 哈哈 沒有樣子可言 沒有樣子可言 是啊 即是跟別人說 喂你 喂你出生的時候又怎樣 嘩我出生啊 哈哈 四百年前啊 嚇到別人的臉都青 說的應該是很慢的 不知道呢 真的不知道 不是很慢 其實他的機能也算是這樣的 你想一下 一件零件可以用了四百年 有些人很難說 你說零件這件事 這個是基因問題 基因問題 說一件很恐怖的 這個呢 這個就是有人告訴我 是 一個在加拿大 戲公司 戲公司 嗯 那些子女 這些不孝子女 怎樣呢 他的機能很好 全身機能保持也很好 像你說的 有件零件不行 他廢衰竭 當今那個醫學 其實是有人工費的 有 天天跟他繃著的 嗯 天天跟他繃著的 他清醒的 你知那些子女跟他說什麼 說什麼 筆喉 減生 嗯 他其實是生的 是 因為他是一個戲公司 他真的很大業 這個真的覺得 他一個生 勾勾 有意識底下 那些子女 因為他廢衰竭 不跟他做 繼續去養著他 嗯 就是藍天天說 不要吊著他的命 不要吊著他的命 是 他的子女跟他筆喉 那些人在研究 認識那些 懷疑這個戲公司 跟那些子女 應該不是太合 嗯 沒理由是這樣的 不知道 每個人的想法很不同 有些人就可能 看他好像很辛苦 還是怎樣 他不是啊 說他有意識的 就是你最慘 有些人就說最慘是這些 是 你不是 進入了一個昏迷的狀態 他不是啊 他是有意識 但是你知道 長期要靠一部機去呼吸 那你個人 就是他可能有些家屬 就會覺得 就是你 辛苦 他一個人動不了 做了些什麼 長期靠一部機器 揹著在身上 有些人會這樣想 是的 有些人會這樣想的 有些人可能會反過來 就是 哇 每天這樣 就好像很大人不慘 說一些事情就 可能就 拔掉了算數了 就沒有 不知道了 這些事情我真的做不出來 是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考 就是我剛才說 哇 你想想 一個人四百歲 你想想 他裡面 只是說內臟而已 吳官 你吳官 不說外官 只說內官 這麼厲害 可以走到四百年 是啊 你想想你生活多少毒素 要你的肝去幫你解 是啊 你這些細胞 經常都說 你會不停去 廢退 然後又生產一些新的出來 是啊 四百年 是啊 很厲害 如果是真的 人體 其實所謂的長壽基因 已經是超乎了 你和我的認知 可以活到那個位置 還沒有頭髮呢 都可以有的 都可以有的 其實 如果說真的 那人離開的時候 頭髮都還在 其實根本上 你知道 在說腎精 精華 什麼精血 那些頭髮是 什麼奇法 什麼在華 什麼在腎精 其實你的腎都還沒有完全衰退 這樣說的 說一下 怎樣可以做到這麼長壽 不過有些人就覺得 不用這樣 但我經常都說 你落了泥土 你再上來 你都是猜過的 你今世做的事情不好 你越猜越壞 不是 有些人想著 經常聽過那句話 坦掉重練 重拆 重拆 想著真的拆過 李嘉誠出來嗎 想著自己 拆到烏克蘭了 烏克蘭也勉強 分分鐘還有些樹皮壓 拆到埃塞俄比亞 過了金仔那邊 你真的頭都尺 是啊 是的 那 輪迴這些東西 就很科學的 人在生態廂 對不對 那你的念怎樣來呢 這樣 你的肉身怎樣來呢 我們都是借天地皆的物質 有些人就想長壽一點 尤其是越有錢的人就越怕死 我想說 我以前的人 我都記得我做過頹廢青年 我二十七八歲的時候 因為情傷之類 我家人見到我 電器亂來 我經常都是算 打算一鍋熟 那人很低 但是 你改變了人生 積極之後 你就很珍惜生命 我也迷惘過 其實做人有十一個長壽的建議 是的 另外諾貝爾獎 也可以說有什麼長壽的建議 他第一就說戒煙永遠都不遲 戒煙 我一爺我記得他一百歲的名字 他八十歲才戒煙 這樣 為什麼他已經吸不到氣 正所謂的焦油 把肺氣泡 肺氣腫很嚴重 他已經很幸運 他沒有肺癌 沒有那樣東西 但是 他也有肺氣腫 他已經吸不到氣 他不戒煙 沒有那二十年名 這樣就戒煙 這是其中一個 另外控制熱量 也是長壽的方法 科學家看過有兩隻老鼠 一隻就不要讓牠吃那麼飽 一隻就讓牠喝牠吃 那種喝牠吃的 死得快一點 死快很多 其實大家人是很明白的 你看自助餐 有些人吃到滑嘟嘟的 那些超高膽高醇 超高熱量的 都拍下嘴 是的 哇 興奮 那第三個建議就是 少點喝任何的飲品 即咖啡啊 茶啊 汽水啊 甜啊 那些 你不要說那些 沒什麼事 就喝多點水 這樣說 你細胞很需要水 這樣 都是的 你想想 你有時候喝少水 喝水喝得少了 柯獨療以來也特別濃 對 多吃梳果少吃肉 那些什麼對心臟病 抑鬱症 腦退化 那些 都很有幫助 越吃得多肉的人 過早死亡的原因之一 還有那些業制加工 那些都是 但是 之後他就說 其實喝少許茶 喝少許咖啡 少許不要過量 其實都是可以遠離慢性病的 少許 少許 另外 睡很重要 睡眠佔人生一天的三分之一時間 要睡得好 這個很重要 睡得好 不是睡得長 睡得好 睡得好 而且活到老 就是學到老 就是年紀大 繼續讓老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識 有些人一不學東西 就死了 就好像有些人說 一退休 那個人 就很快會離世 是啊 因為他不習慣 他心的節奏 是 他人生不知道做什麼 對 你突然叫我停 我的齒輪是負責走 這樣就不習慣了 學一下跳舞 有些音樂 是好的 是好的 另外 之前說了音樂 有一個人 就說的是 彈鋼琴的人 手指 玩樂器的人 就特別延緩衰老 嗯 因為他的抹消神經好 跟那個大腦那個連繫好 就是彈結他 或者彈鋼琴的人 就老了 他都不覺得老 嗯 有音樂 又有抹消神經的控制 還有什麼刺激的細胞 沒錯 音樂 用音樂刺激細胞 沒錯 接著 第八 活躍於社交圈 這個人要開心 跟人是有交流的 嗯 嗯 對 就是開心的一個人 這個是很需要的 對 尤其是 沒有的 你去到所謂的一把年多 去到八、九十歲 那些 我說不好聽 你八、九十歲而已 身邊的朋友 不是每個人都陪到你 這麼長命 對 所以我那時候跟爺爺聊天 他跟我說 他的朋友早就死了 對 四百歲的大哥 對 他有子女 他有孫子 對 四百歲 身邊還有什麼朋友 講性格的 有些人一走到街 每個人都喜歡你 那也是 有些人的氣場是 對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你 年紀大 下街 喜歡嗎 有些人是這樣的 你下街其實 認識人 你見老伯 或者婆婆 是這樣的 早晨 喂 有什麼茶 沒有 沒有接 沒有接 深居簡出 但身邊的人都要認識 對 有什麼事有個照應 你 對 下街經常見到 哪個 老陳 還沒下來 起碼大家有關心 沒錯 踏出家門 走入大自然 第九 就是 人就是動物 跟大自然有聯繫 你要走出去 世界去感受天地 不要經常在家裡 進入這個 什麼 懸宇宙 現在在家裡 被迫著你 懸宇宙 現在是 所以我覺得 那篇東西 疫情底下之後 可能人類壽命會減也不一定 很多 很多東西 其實這個跟佛經都有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之前說什麼末世 你講我 我沒怎麼講 之後我想回一些文章 佛經這樣說 去到一百歲 人類九十八十七十 這樣下 你看回現在的小孩子 我們之後有一段影片 說那些小孩子的抵抗力弱了 有很多疾病 那是掀起另一個問題 佛經所說 由去到一個高峰 再跌下來 人類的壽命是由四十五十六十上去 原始人 然後再跌跌 跌下去 佛陀在二千八年前都看到 看到一些我們都看不到的 佛教 第十 這個很重要 多做運動 練什麼 平衡力 很多老人家是跌死的 腳 其實都是腳 人未老腳先衰 這個 我經常見老人家跌 我有個想法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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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什麼 地心吸力 吸回來 下泥土 你明白嗎 是 很自然 你頂到重力 你就活 你頂不到 你下泥土 其實你看到那些花花草草都知道 是 它黃成的時候 那枝糠都特別停 是 當它借的時候 那枝糠都倒了 是 然後最後 黑貼了地 是 沒錯 沒錯 那 那 有些科學家研究 他說有些事情很重要 你要跟健康的人一起 就是我經常說 那時候 走去那班人 蒲巴 見他吸煙 我想吃兩支 這些人你不要黏在那裡 你想活得長的話 認識一些健康的人 這樣 或者大家有一個交流 健康的心態 那些 夜生活 很厲害的那些 經常叫你 出去吃宵夜喝酒 那些 河面拾棉 然後就告訴你 長壽的金鎖匙 樂觀 個人要快樂 開心 不要給自己壓力 壓力方面 會令人損害身體 有癌症 動物硬化 高血壓 消化性潰瘍 很多的問題 是壓力的 那 所以就是 最近我洗澡的時候 都在聽一些 重拔的音樂 是嗎 重拔的音樂 不過有個大師說 你沒有買過重拔在家裡 他曾經說過 關於妹姐的 他說 他見過妹姐的大師說 見過妹姐的家裡有個拔 他說 跟工人說過 叫他丟掉他 為什麼呢 那些拔是出家人用的 不是你俗家人用的 你用來敲 敲一下敲一下 就什麼都敲掉 就是你那些 散掉 對 關係 和你化掉 對 所以有很多這些事情 還有做人要有目標的生活 短有短目標 長有長目標 沒有目標的人 是很難活下去的 目的是激發你的活力 這樣 今天也講得相當詳細 對 長壽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 在五幅裡 其中一個幅是長壽 對 有些人說 不要這樣長 你每五百這麼長 當然 你有富貴 當中一個幅也是 你有富貴 你有長壽 就好 你說窮 你搞不行 你60歲 退休到120歲 你怎麼搞 對 不要給自己這麼多壓力 沒錯 樂活人生 好 下集再談 拜拜